總統吃了摩斯漢堡 原來就在總統府的斜對面 可以看到因為總統到來 店家特別製作了這樣可愛文宣 當成火招牌 Q版海報上 總統肖像成了卡通版 不只開懷大笑 還寫著總統籍元氣套餐 因為摩斯漢堡 原蛋起替員工加薪 平均調百分之四點二 總統順勢力挺 雙方互相拉抬 像親民吧 總統親民 可能對他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對 但我的話還好啦 根據摩斯所提供的總統套餐 總計有兩個主餐 以及兩個配餐 像是有雞蛋堡 鱈魚堡 另外配餐有薯餅 千層派 以及咖啡 琳瑯滿目 總共有五大項 總統這麼會吃 難道參加大胃王嗎 其實總統只有吃前面的這三項 另外後面這兩個是幕僚幫忙吃的 明明總統沒吃這麼多 速食店把總統買的餐 通通掛在小鷹帳上 希望藉由總統知名度替自己打廣告 打總統牌民眾買不買單 還要時間證明 導致民進黨也搶搭加薪風潮 一聽到麥當勞宣布 即時人員時機一律多七元 漲幅約百分之五 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自掏腰包 買一百五十份套餐 請幕僚吃 加薪就可以免費幫忙打廣告嗎 速食店加薪獲得總統關愛眼神 民進黨還加碼送餐點 服務院幕僚私下開玩笑 希望健身房也能響應加薪 才不會獲得的好處 只是越吃越胖 這張凱亮的家園 泰國報導